那么在dmoz这个partum里面呢 我们随便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partum和我们之前进行的partum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partum和我们之前的partum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一个cruisebar的partum cruisebar我们刚刚也讲过 昨天也讲过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 cruisebar能够自动帮助我们抓取URL地址 Name Arlottomings它的URL地址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什么 爬上的名字 人体爬起来的范围 就开始要抓取URL地址 Rose在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是一个它写一个列表 对吧 一个列表或者一个圆组都是可以的 这后面它是一个大写入 像对它做了一次实力化 对不对 实力化的时候呢 它里面是一个传的link extractor 就是链接提取器 对吧 就是URL地址 但是这里呢 它用的是这样的一个 叫restrict css的这种方式 相当于是通过css选择器的方式呢 帮助我们去定位这样一个URL地址 而并不是使用的真的表格式对不对 它提取的是哪个地方URL地址呢 TopCut SubCut CutItem 这个内下面的URL地址 大家发现了吗 它并没有干什么呀 并没有取到里面具体某一个URL 而是取到这个内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后面我们在使用xpass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只用定位到对应的 比如一个DIV或者一个A标签就完事了 你不用接着往后定位 里面内容它自动会提取出来 只要你使用的是 rescript xpass 或者rescript cs的这种方式 这个TopCut的这个 内下面的所有URL地址都会被大家提取出来 这地方明白吗 提出来之后呢 它的URL地址对它响应会交给past directory处理 就这个函数对不对 然后呢 它响应呢 还会继续经过这个RAW 再来提取URL地址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然后呢 这是这个解析函数 解析函数response的 就是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rescript css 提出了URL地址对它响应对吧 然后这里相当做了个分锁 应该是个DIV对不对 然后forDIV in它 然后呢 它也有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个字典呀 字典有个name 有个description 有个link对不对 也都是取得extract first 取得第一个字符串对不对 访问之后 这个数据会到哪儿啊 是不是到pipeline啊 到pipeline这个地方 它添加了两个键 一个键叫做crawl 就叫做spider 对不对 crawl是什么呢 就是抓取的时间 那spider呢 就是爬上名字 对不对 所以现在当前这个item里面 是不是一共就有五个键呢呀 分别是这三个 加上item这两个 pipeline这两个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程序好像 我们之间的程序 没有什么区别呀 是不是和之间的程序 没有区别呀 它没有区别 为什么还说它是一个 scrap release 这样的爬出呢 那似的同学讲 我们看到的地方 地方没区别嘛 还有地方没看呢 对不对 item是不是没看呀 但item我们并没有用呀 对不对 我们dmoz里面 我们是不是没有用这个item 也没有实力化item 对不对 那还有哪儿没看呀 什么setting里面没看呀 我们来看一下setting 这也是什么 大家非常清楚 这表示 我们的爬出 位置在哪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user agent 是这个样子 对吧 下面好像有这几行 我们之前没见过 dumpfilterclass dumpfilter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去虫呀 dumpfilter就去虫的意思 dumpfilterclass是去虫内 它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指的一个去虫内 是这样的类 然后掉路器 schedulner schedulner 这是我们的掉路器的这样的类 它也指定的 它是scrope release 下面的schedulner 对不对 那去虫的话呢 它也是去虫来自于 scrope release 下面的dumpfilter ofpdumpfilter 对吧 下面还有个什么呢 schedulner persist 这是什么意思呢 persist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持久化的意思呀 就是掉路器的内容 是否要持久化 持久化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是foss 那么成绩关了之后呢 掉路器里面的内容呢 会把它给删掉 那掉路器里面存的什么呀 存的是不是带爬死的乳块对象 和已经爬过的乳块对象指纹呀 还有意见吗 所以说 我们办这位置的时候呢 就表示是 它程序揭露之后 内容依然会保存在里面 那下次程序提供起来 会依然 去用到之前爬死的 或者用到之前保存在 掉路器里面的数据 明白吗 这个地方 那后面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pimeline 我们看一pimeline这个地方 首先这个是examplepimeline 这个examplepimeline 是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 写的呀 它自己生成了这个pimeline 对不对 然后它权重的是比较小的 比较少的会先经过它 然后它还有经过什么呢 它会经过这样一个pimeline 这个pimeline是什么呢 是screping redis 默认提供的一个pimeline 下面来 redis pimeline 全程是400 刚刚我们讲 screping redis 会默认帮助我们 把数据保存到 redis里面去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可能通过 擦改实现了呢 对不对 我们还不清楚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nog never 还有download delay 这是什么 大家都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里还有什么呢 调楼器的queen的内面 也是可以 它预先定的很多 screping the queen class 这什么呀 优先对面 优先对面 然后呢 还有对面 对面和站 对不对 一个先进先出 一个先进后出 对吧 是不是这两个呀 还有一个优先进去对面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是注视起来了 我们也不用管它 不用用它 那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什么不一样呀 是不是这三行 之前不一样 加上这一行不一样呀 那下面呢 我们就让它多这四行 然后我们跑一下 成绩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在那跑之前呢 如果说我们要把数据 都保存到redis里面了 我们还需要添加一行 添加一行什么呢 叫做redis ur 这样一行 大写行 redis ur 是redis的ur地址 比如说127.0.0.1 然后呢 6379 就可以这样来写 redis的末日通口号 是不是6379呀 对的话呢 它就可以操作我们的redis了 那除了这个地方 要改之外呢 我们这样一个 dmoz这个程序呢 这个urile记者呢 现在已经贵了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urile记者 给换一下 这网站现在已经关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个网站的镜像 这个网站本身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 请求这个网站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starturile记者 改成这个urile记者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改了 哪个地方还要改啊 是不是urile逗兵 这个地方还要改啊 不然的话 它会被它剥离掉了 对不对 改成这样 改成这样之后呢 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程序怎么启动呢 我们先cd到这样一个项目标下面去 那么也是 系统发展到之前一样 scribe.com 加上我们这样的扒充名就好了 扒充名是什么写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dmoz 这样的扒充名对不对 那么请用一下dmoz 我们看到前面这几个请求呢 都是没有返回数据的 对不对 后面马上就读了很多数据 对不对 一坨一坨的 对吧 是不是就有了呀 数据 那么可以先把这个成绩给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release的变化 刚刚我们说他用了release 对不对 我们可以case一下心 看看 这个mylist是我们刚刚在那定的 这个mylist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myzset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del把它删掉 myzset也是一样 先把它删掉 那么现在再重议case一下心 多了这样三个键 对不对 这三个键都是什么类型呢 我们去看一下 首先是dmozrequest的这个内容 这是个zset对不对 这个里面存的是什么呢 看个名字 这是partum名对不对 这后面是request 这里面存的就是 我们带partum的request对象 就是还没有爬过的 但是已经构造好了 构造好的request对象 它现在存在这样一个release里面在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zrange对不对 是不是zrange 引到负一 看里面内容 里面内容我们看到 一条数据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这是什么鬼 不认识对不对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刚刚讲 它里面存的是什么 这个dmozrequest里面存的是什么 我刚刚说存的指纹吗 我刚刚刚才说了 存的是dippartum的request对象 对不对 dippartum的request对象 想象一个这样的问题 首先它是个对象 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要把一个对象 存到我们的release数据空里面去 或者存到我们本地 该怎么存呀 我们存 能存一个列表 能存一个字典 能存一个字笔串 我们说过 我们release能存一个对象进去吗 是不是不可以呀 那么不可以 它是怎么存的呢 它做了一次训练化 训练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类似我们json的 这样种dump什么操作 它能够把一个内 转化成一个字笔串 那么对呢 它肯定有反训练化操作 那反训练化是什么意思呢 反训练化的意思 就是它能够把一个字笔串 重新的再转化成对应的一个内 明白吗 所以它训练化之后 就是这个鬼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看不懂 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是什么的 它里面存放的时候 我们带托去request对象 然后它到时候会把它 从release里面读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次反训练化 进行完整反训练化之后呢 它就重新变成一个request对象了 它可以交给调度器 再给下载器去下载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 是这样一个 request对象 对呢 还有什么呢 dmozitems 对不对 那么再来case一下 其实它 再来tap一下它 看一下它是什么类型 列表 对不对 这不就是request 然后0到-1 这是什么数据 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节省字符串 对不对 你们知道什么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抓到了 name description 以及这个link 这个内容是不是我们刚刚在我们的代码里面看到了这个地方提出多少的内容呀 link 就是request link 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还有这个地方的 crow的这个时间呀 以及什么呀 spider 跑出的名字 对不对 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是不是我们在 pimeline里面添加了呀 两个字段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数据是什么 哪个方法把它保存进去了呀 这个数据是怎么保存进去了呀 在这个方法我们并没有保存到request里面去呀 它是怎么保存的呀 它怎么保存的呀 怎么保存request里面出来 我们刚刚不是在这看了吗 除了这个pimeline之后它还有另外一个pimeline有吗 是不是通过它保存的呀 肯定通过它保存的嘛 这个有什么好想的呢 这个并没有保存对不对 examplepimeline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pimeline嘛 它并没有保存 那哪个保存呢 肯定就是它保存了对不对 那对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键我们没有看对不对 还有dmozdownfilter这个键 downfilter这个键呢 我们也是来type一下 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它这个set集合对不对 那实际上就是smember 然后dmozdownfilter 这是什么呢 这存放的就是每个 爬取过的request对象指纹 那现在我用到这个词呢 叫做爬取过 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 我们应该主要叫做什么呢 叫做抓到过的request对象指纹 因为抓到过request对象 并不一定它已经醒过 因为有很多request对象呢 它是存在于我们的 这个里面的 是不是有很多已经存在这 它并没有抓 对不对 是不是它已经抓到 它已经抓到这个u2戒指 主要是request对象 并没有请求呀 这是带请求的 这是已经抓到过的 所以它检查表示什么呀 它的数量检查 它数量表什么呀 已经抓过的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个 似乎是这样子的哈 所以大家需要知道是这是 已经见到过的u2戒 或者已经抓取过的 已经获得到的request对象的指纹 它都存在进去 那么下一次它再拿一个request对象 它的指纹呢 它在里面判断一下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request对象之前已经抓过 我们就不再抓它了 这抓过的意思就是它已经存在这里了 或者说直接已经请求过 就两个可能都是有的哈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来做这样一个尝试 我们把这个relius pipeline的关掉 关掉之后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demo z request是一个有序集合 对不对 z card 我们这样一个demo z 我们看它数量的变化 看它是这么多 对不对 items呢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列表 l认一下 那么它呢是一个集合 对不对 集合是s color 它数量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刚刚呢 我们把这个relius pipeline的relius pipeline 给关掉了 对不对 关掉之后我们跑一遍程序 再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数量是怎么变的 大家看到这里方 有一个对302 我们前一次是不是没有302啊 为什么这里方就有302了呢 大家看一下 302是什么呢 请求这个URL地址 from他 为什么是from他呢 因为这个URL地址表示什么呀 表示之前已经爬过了 已经爬过了 看它出来爬了 所以它就不再爬它 而是重新印象到这个新的URL地址 现在就开始爬它了 明白吗 这个地方明白吗 这个地方也是 它发现这个URL地址已经爬过 所以它立马重新印象 重新印象到这个URL地址 不再爬它 而爬它 理解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302的前面 因为这URL地址之前已经爬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 是不是出来又出来数据了呀 是不是又出来数据了 这个数据是不是都出来了呀 那这时候我们关掉程序 我们去看一下URL地址里面 这些那些内容的变化 数据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里 这三个地方 首先我们的request对象 带抓取的request对象 它是不是变多了呀 是不是变多了 那这个数据它永远都是变多的吗 这个数量永远都会变多吗 不可能增加吗 带抓取的request对象 是不是不会呀 当前这个位置变多了 并不代表它永远都是不停的增加的 为什么呀 这是根据我们程序在什么阶段解决的 对不对 我们可能程序刚开始跑起来 刚开始跑起来的时候呢 它可能抓到URL地址比较多 所以甚至URL 甚至义快对象就比较多 那么它请求的 抓取的 真正去请求的URL 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是放入的 比较放入的比取到了要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增加的 当我们程序跑到URL 我已生的时候 已经没有更多的request对象能够再去抓了 那它只会干什么呀 是不是只会从中读呀 那这个时候这个request对象是不是不单减少了呀 那当然在中间某个位置也有可能它是不变的对不对 所以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地方items呢 是不是没有变的呀 其实79 这是79 为什么没有变呀 因为我们刚刚把它关起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把它关的呀 关了之后它没有变 那说明什么呀 就是因为它的存在 帮助我们把数据保存在其他 request里面去抓对不对 帮助我们把items保存在其他 request里面去抓 是不是这样做的呀 那还有talent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downfilter 这是已经看到过的 或者已经抓到过的URL地址 它数量平时增加了对不对 数量是不是增加了呀 我们随着识讯息的不停的跑 它抓到的URL地址 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呀 这个里面存放的是什么呀 存放是什么 这downfilter 这个翻译中文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去虫的一个意思呀 或者过量的意思 对不对 那它里面存放是什么呀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 最存放的它呀 它是什么呀 指纹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存放是什么呀 已经看到过了 已经抓到过了 有块对象的指纹对不对 这个指纹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呀 所以程序呢 我们不停的往后跑 它抓到的URL地址 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呀 所以这个地方指纹 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呀 items不会变 由于我们把Reduce PrimeLang关了 那么DMOZ Request 放的是 带抓取的指纹对象 对不对 它的数量有可能增多 有可能减少 有可能也不变 这是根据我们当前 是放进去的多 还是取传来的多 来决定的对不对 我们程序刚开始跑起来 放进去的肯定比取传要多 所以它是不定的增加 那程序到尾身的时候 那放进去肯定比取传要少 那这个Request对象 肯定是不定的减少的 对不对 那中间位 某个位置呢 肯定也是不变的 所以它变化是不确定的 对不对 这地方能明白吗 那么刚刚在这里呢 我们也把这些内容呢 放在我们课线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课线上 首先是这个地方 DMOZ 它程序呢 最后有一个CrossSpider 和我们之前的CrossSpider 没有半毛钱的区别 偶尾的区别在哪呢 就在我们DMOZ这里 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去层的一个内 定义的是来自于 ScrapRedis的一样去层内 还指的一个调度器内 调度器内也是 ScrapRedis提供的 对吧 就是ScrapRedis 讲什么讲什么 对吧 然后还去层的是什么呀 调度器里面内容 是不是要持久化 如果持久化的话 下次程序关了 程序再提供起来 那么里面都用 一二会在 对不对 这里的RedisPype9 刚刚也说了 帮着我们 把数据 通过RedisPype9 保存在这样一个Redis里面去 就是我们item 保存Redis里面去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是不要它的 不要它可以怎么办呢 不要它 我们在自己的Pype9里面 是不是可以实现 它把任何数据 保存在任何 我们想存的地方呀 比如说MySQL和MangoDB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呀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了 还有RedisUR 这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给它指定一下 我们Redis 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的 说错了好 放到这个地方是 告诉我们的程序 Redis到底是什么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去写 那么也是可以通过 下半个方式去写 下半个方式 我们需要指定 RedisHost的 RedisPort的 对不对 那么上面这种方式 当然也是可以的 写着URT的这种形式 明白吗 就告诉它 Redis在哪个地方 那么刚刚呢 我们也看到 当我们成立跑起来之后呢 在我们的Redis里面 多按照三个键 第一个键 DMOZ 这是Panum的名字 对不对 Panum的名字加Request 这是代Patch的 领快对象 这是已经抓到过的 URT Request对象的指纹 对吧 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抓到过的数据 这个样子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通过刚刚的 这个操作呢 我们也发现 当我们在City里面呢 把这个RedisPapeline 给关了之后呢 这个Redis里面三个键呢 它有的增多 有的变少 有的也不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呢 RedisPapeline呢 就是帮助我们实现的 把这个item 保存到Redis的那样的过程 对吧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不要它 我们自己新建一个Papeline 把数据存到MangoDB 把Soubo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来讲 到底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SquareRedis 它是如何实现 比如说通过RedisPapeline 帮助我们把数据 保存到我们的集团里面呢 它是如何实现 通过这样的驱虫妹 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一个持久化的驱虫呢 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实现 这个地方数据的调度呢 我们等一下都会来看一下 Redis SquareRedis 都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大家先下个休息一分钟